今天呢 旺宏也開始出來拉漲停 旺宏老王之前有提過 你也是拿南亞科跟旺宏嘛 一線漲王接二線 台辦好像是你昨天還是 禮拜三 禮拜三 前天對不起 前天 台辦漲完整個肌體 強茂會跟著接棒 果然都發生了 所以現在還有沒有這種 一線漲王接二線的股票 對 這個強茂這是我們的天龍八部嘛 貫益的絕招對不對 對我記得是兩招嘛 因為現在 北明神功加林波為估 對對對 記得蠻清楚的 其實最近行情好啦 我們介紹的股票 觀眾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可以去看禮拜三的Youtube 因為我們最近 點的股票都蠻厲害的啦 非常多啦 那個觀眾自己去看啦 對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說 你要懂這個聯動 因為有時候 你看這個已經漲了 你看他已經漲了那麼多 你要去追他嗎 你的風險會非常大 所以今天的前提是這樣 那你看我帶來的圖 我們帶來這個 很特別喔 是 S跟老二對不對 對 通常玩扑克牌 你打橋牌嗎 我打橋牌 只是打的不太好 你打13隻嗎 13隻沒有 我打10點半 我打減紅點 減紅點 那個更弱 沒有 這個我們張忠謀 董事長就很愛橋牌 S的話 這橋牌那是最大一隻牌啦 每個人都要留橋 L2S嘛 好 那可是你說這個老二就 無用武之地嗎 其實沒有喔 如果玩大老二的時候 他就是王牌 他是最大一張牌喔 你S閃邊去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說 你不要覺得老二就不好 嗯 當初國具在噴 二線不一定不好 對二線不見得不好 當國具在噴出的時候 其實華信科後面 長得更快喔 追上來喔 那風險更低啦 這樣的概念去想 你就會比較 不然你每次都要去買到第一名的 套牢也是第一個套牢 所以你這樣思考回來看 比如說像工具居 工具居的龍頭嘛 這個就是亞德克 或上癮嘛 那你為什麼選 一線的現在動了 那為什麼不選上癮 因為上癮今天才漲停板 人家亞德克昨天前天都漲停板 所以他就視為工具居的龍頭 領先指標 那你可以看喔 他這邊是不是小W底的成型 那昨天一根長頭突破 今天再繼續往上 這很合理嘛 那你就要注意這個底部的頸線 285.5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的話你要守住 如果沒守住 他等於足底失敗 那很危險喔 那就代表他反彈結束了 可能會再破底 如果守住的話 就要挑戰這個大的頸線 那你幹嘛要放頭信 對這個我要跟他講 就是說 其實他沒有頭信在買 對 你會發現這一波 頭信沒有在買亞德克 可是他股價已經在足底 而且你可以觀察這一波 比如說被動元件喔 或者矽晶元喔 你會發現頭信根本沒買喔 對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現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波就是我們業內主力嘛 大家都跳進來 因為前一波賠太多了 所以這波是屬於我們業內的行情 那頭信根本沒有在買這些 因為他們之前這個對他們來說受傷慘重 聽說這個頭信的經理人很多被停權 對啊沒錯 因為虧太多了 虧太多了 你的資金部位就越來越小 那在你後面那些學弟就可以上來 而且快黏點 但是他們會買其他股票 我上次講過他會買比較新的 在底部的 像這種他們就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畢竟套勞比較多 那這個話大概是短線反彈最高的一個位置 你可以注意 那如果突破的話 那就真的一個大底部 那目前上面突破就往這邊來靠了 但我不是要叫大家買這一檔 因為他比較貴 而且又是一線 而且漲了兩根漲停板了 你要去追嗎 來我告訴你 這個是手工聚機的 跟他有聯動嗎 有聯動 有聯動關係在哪 你有發現剛才雅德克沒有投信在買 他有投信在買 但是他的投信是這樣 直接套住了 立山的投信是套住 可是他還沒賣到0 還是有4000多張 可是剛才雅德克投信已經停損完 已經剩0了 所以我問你要大家可以 如果投信你是經理人 你在這邊你已經套牢了 你接下來看到行情這麼好 你要怎麼做 應該不會買雅德克 應該買立山 就我自己手上有持股的 對不對 趕快發一份報告 趕快來買嘛 那就有可能 至少期待說他來到這邊讓我解套 因為他套在哪邊 剛好套在最高點 那短線來說 這裡是不是也好像跟雅德克一樣 有個小WD 可是他沒突破 顯然位階比較低 所以你就可以觀察 保守一點 你就等這個55.3站上 再來挑戰這個59塊這個前高 但是這個還是要注意 每一次 這我們交過很多次的型態 只要反而是前高 你如果兩天就給他沒過的話 你就要趕快閃 一樣如果能夠殘虹直接突破 我認為就是這個超大的 三角收斂的整理 就正式突破了 那你其實就可以好好把握 二線的機會 好我們再來看這個 剛才是講到一個組型 我們再來講另外一個組型 是IC設計 最近很猛 比如說像這個 四星KY 他們翔碩也是最猛的 那立即的話 二線他今天已經跟上來了 那這麼多檔你要怎麼選 其實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再從IC設計去看的話 你會有點找不到位置下手 因為IC設計太雜太多了 如果幫大家統計 這個夾者我們也是禮拜三來講過 講完也是掌平板 也是要上來 那你看夾者是屬於什麼 他不是IC設計啊 他是連接器的 可是他做Type-C的 那再看一下 這個惠狀科是做什麼 也是做Type-C的 惠狀科那天是阿中哥有來講 沒錯也是 他說什麼珍珠電鍍 接到蘋果的單 開玩笑 對啊 我每天都要給個讚 欣欣大把 所以他可以這麼做不少 哈哈 如果這張哥的話 你看他是不是也很強 對不對 那麼再回推過我們IC設計 昂寶呢 他是做快速充電 可是呢 因為Type-C的開始廣泛運用 他的這個快速充電 因為蘋果這次的新品 把那個Lighting 改掉了 改成Type-C 所以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Type-C的這幾個族群 其實是最近很強 你說瓶蓋股今天有些比較弱 像可塵對不對 瓶蓋有蘋果利口 對 可是Type-C其實非常強的 那你們注意到這一塊 我們就可以來看 從這裡面昂寶 這個一線龍頭 我們來找二線的 就是這個經驗 也是我們的Type-C 那他是屬於二線的IC設計 你可以看到 底部我們從量價累積圖 大量來看 這邊是不是已經站上大量區了 站上大量區之後 接下來挑戰什麼 挑戰封閉這個缺口79.3 所以只要 你當然保守一點 就以這個74.2 這個大量支撐 當作停損 那如果突破的話 可能就一段 79.3是他壓力 那我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心理線 我們這個禮拜已經見過面了 對 第二次 我不嘗試再拿出來 這不是明年的法寶嗎 明年的法寶對不對 我就為了力挺大K 你看 你看這邊心理線從這邊 110高點跌破之後 跌破50以下之後 我就說這屬於悲觀 代表他怎麼反彈 你都不要去理他 反正RSI是看20 然後呢 心理線看50 那你看 他一直在這邊 不管他怎麼陣上你就不要去碰 都沒突破 今天剛好又來到50了 有陣上去50了 沒有剛好打在50 也就是說 下禮拜一是不是關鍵 所以這地方呢 你就可以以這個支撐去做佈局 然後或者是等經理線突破之後 來做一個考量 我就覺得 而且今天是有大量的 所以今天大量低點就是有關鍵支撐 好 這個是從一線接二線的股票 另外呢 另外我告訴你另外 大科你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 投機氣氛來了 你不要嫌投機股 其實我就蠻喜歡投機股 因為漲得比較快 你買台積電 你要其實強反彈 大科你知道 強反彈是重什麼 重速度 就一樣大阪反彈 假設500點好了 如果你搶到股票 只漲了2% 你會不會吐血 那你如果買到華新科 這個細菌源中 你是不是很開心 所以強反彈是重速度 所有股票都會漲 看誰漲得快 那請問你 你飆車的話 這個是用腳踏車去飆車 對 那這個是用摩托車 還靠勾鏈在飆車 老公哪裡人 我這陸港人 陸港你年輕的時候有飆過車嗎 我沒有 我年輕的時候騎腳踏車怎麼飆 你知道 我們在放雙手 然後腳要這樣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因為我以前在高雄念書 以前高雄 高雄那飆車族超多的 我知道 這樣會不會影響選情 不會 那是以前 好幾十年前 好 那你看你用這個風景 你在怎麼飆呢 有機會飆得過我們的法車嗎 跑車 新買車 這台跟河董借的 河董 河董現在很多台跑車 隨便可以來展示一下 你當然是 你如果開這個飆車是飆得很快 你看那個怎麼快 同一個時間 你要飆快當然是選跑車 所以我今天就幫大家選 他有票裡面的跑車 有跑車 有那種跑車跪在哪 必須跪在可 跑車是他的引擎 那顆心臟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找這種 飆股血統的 飆股心臟的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飆股通常成交量不會太大 那我還是幫大家選 那自己要參考一下 對不對 然後停損要設好 比如說被動元件 最近華興科國際到底漲對不對 你要找二線的 那台美自保 這個今天也漲了 我們找第二點五線的 還是三線 2.5線或三線 對不對 寶達 大家可能沒聽過 這次一樣 過去就是從三月份被動元件在漲的時候 你看他幾根漲停板 同樣個期間 對 國際是慢慢漲 人家是一漲就漲停板 而且都連續兩根這種的 有沒有看到 我都幫他幫他標出來了 那你回過來現在 寶達在這邊 我請大家給我華興科的 小編給我華興科的線圖 好 你可以看 華興科前幾天才落底 他其實禮拜二才 禮拜二還收最低 禮拜二就是 趙立副總那天 我們應該找機會 考慮要不要頒獎給他 好可以 因為這一波摸底摸到最成功了 好 那再來呢 沒關係 那你假設你會發現 其實他禮拜二的時候有過底嗎 沒有 他其實是比華興科領先破底的 那你再回來看 他是不是已經要挑戰 這一個十月中旬的高點 那你可以看華興科十月中旬在哪邊 還隔很遠 十月中旬在這裡 還離很遠 他沒有破底 但是又領先準備過高 其實他的K線是比較強勢的 你不要嫌這種三線的 所以他算是個小跑車 小跑車 所以他跑車心臟 那短線大量之內已經站上去 今天做個震盪 你手這個大量低點 22.85 我覺得認為 這個今天做一個尊重 明天震盪之後 如果突破的話 你看量價累積路這邊是空的 有機會挑戰這個長黑的高點 這個大量區 那就有點空間 那就有空間 請教一下聰哥 蘋果今天的財報 庫克面臨考驗 因為盤後是跌6.48%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嗎 如果今天蘋果的收盤 跌幅大過6.48% 代表蘋果可能被刪陣 那如果跌幅少於6.48% 甚至逆勢收紅 是轟出全壘打 沒錯 事實上這個對今天來說的話 我相信有一個人是比我們都還要 所有人都更關心的 那個人叫做巴菲特 因為他手上有2.5億股 左右的這個蘋果 他已經是大股東了 對 那他今天我們先來看蘋果 目前的股價 我覺得今天晚上的確 如同大家可以說的 蘋果是一個關鍵時間 為什麼這樣講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K線圖 他K線圖在這邊震盪震盪之後 如果今天是盤後 目前是跌6% 跌6%的位置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剛好就是他一個頭部的位置 也跌破頸線的位置 那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沒辦法收上去的話 可能對他整個股價 就有現行破壞的壓力 那如果再往下跌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他上升的這個季線 是 他今年以來的話 跌破季線就很快就站上來 很快就站上來 那所以在往下跌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可以觀察 巴菲特會不會再度出手 如果巴菲特 如果沒有再出手 所以巴菲特在偷笑 你知道嗎 終於有可以跌下來 讓我再加碼 沒錯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兩好三壞 今天是巴菲特 可能會初級的日子 或者是說他會仔細的看一看 到底未來會怎麼樣漲 我覺得這個蘋果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呢 我們說到今天台北股市的反彈 其實台北股市真的算是很弱 蛤 真的嗎 今天如果你仔細去看 所有亞洲股市裡面的漲跌幅來說 你說漲幅來看的話 漲幅來看的話 大陸股市漲了2.7% 上海也 包括香港也漲了非常多 連日經都漲了2%多 所以今天其實台北股市 沒辦法漲那麼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蘋果概念股相對壓抑了整個盤面 那我們今天講的就是說 那反彈會不會繼續 我覺得反彈有可能繼續的 反彈為什麼繼續 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這個指數 廢半 這個指數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因為廢半只要一跌下去的話 它牽動整個台股 大概40%左右的權重 都被它壓下去了 可是你仔細看 現在廢半是怎樣 這個四大指數 美國四大指數 彈得最快的 它這一波往上彈的過程中間 它居然也彈過 它已經彈過了月線 彈過月線 現在台北股市剛好在月線的這個位置 如果它是個領先指標的話 那就告訴你 有可能會彈過月線 那我們再看 而且廢半漲的話 台積電漲的機率很高 對 沒錯 不只台積電啊 你看這個最幾天反彈 像今天的這個記憶體族群 就表現不錯 你看美光一漲 大家都跟著漲 那我們再看一個另外弱勢的指標 我們可以打出中國股市給大家看 其實中國尤其是上陣指數是這一波相對比較弱勢的 可是你來看 它目前也已經快要彈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什麼 這位置是季線的位置 它已經彈過月線 它是往季線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弱勢跟台北股市最相關的幾個 它都已經彈過月線了 所以未來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會彈過去 彈過去甚至有可能會不會來到這個所謂的季線的位置 我覺得短波段都是可以期待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再來看中國股市裡面來說 今天為什麼我說的這個蘋果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 大陸的蘋概股在漲 也非常多 對你看今天大陸的蘋概股 也都是表現一個收紅的這個狀況 聰哥我可以這樣問嗎 因為我們前一個階段不是講到 這個反彈分三步驟嗎 從不相信 到這個不確定 到最後不懷疑 對 像蘋概股 會不會它現在還在第一階段 還在大家不相信它會漲 對沒錯 事實上蘋概股是比較偏向於不相信它 不相信它會漲 對因為今天蘋果的財報的確是不好 大家都認為不好 可是你看喔 它在不好中間它已經慢慢租出個底部 而且要往上反彈喔 所以我覺得 蘋概股或許 假設今天晚上的這個蘋果 沒有跌那麼多的時候 下個禮拜的反彈幅度會更大 說不定下禮拜的反彈主角變蘋概股 有可能 因為我們看到說今天的 包括說像被動元件 你看國劇爆出那麼大的量 是 包括說像整個這個 包括說像華興科 華興科 上下震盪幅度很大 如果我們仔細看 我們如果以看國劇好了 你看國劇 好我們看國劇 國劇跟華興科 他們現在都談到什麼 月線的位置 你看國劇在月線之前 爆出個大量 所以你說 要再衝上去 除非你下個禮拜就直接開高 不然的話 他可能會在這邊震盪 會休息一下 所以你看國劇啦 或是說包括說像這個 矽晶圓的股票 其實都已經偏向 矽晶圓這一波 漲了那麼多 對不對 意思說就是它這個 反彈的階段性增幅 初步有點完成 對 可能要休息 可是呢平概股還在下面 對 這個叫做解鈴還虛細鈴人 這一波往下跌的過程中間 就是一開始跌最慘的 就是跌破眼鏡的 就是包括說被動元件 包括矽晶圓 那現在他們領銜先談第一波 所以這個領銜 他們是第一波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下部分 下個禮拜有可能第二波 就是用平概股開始領軍 你可以看到像鴻海 鴻海減肢之後 他剛好碰上這個 升不逢時 先大跌之後 現在又談上來 剛才大家可以講到 他已經談過了這個 簡直之前的高點 你看他也回到了 相對的一個底部 都已經有出來 成形的這個味道 那照理說 今天的大力光應該也不好 可是你看 大力光也是在不好之中 他硬是拉出了一根 漲了5.7%的這個紅K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包括兩岸三地的平概股 包括說整個蘋果本身 如果今天跌幅沒那麼重的話 我覺得下禮拜的平概股 很有可能會變成是 整體反攻的指標 那現在整個這個市場的氣氛來說 包括今天晚上公布的這個 美國的非農的數據 包括說像這個中美的貿易談判 這個好消息 對 川普跟習近平都對話了 現在就說 可能這個G20會議裡面 也會有一個法案出來 所以整體看起來的話 經過這個這麼多不確定性 慢慢都釐清之下 我覺得這個反彈 或許在下禮拜 如果假設有回黨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買 對 民進去的